嗨,我是藏武雪姐 那么这期视频又是一期实打实的变美干活分享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初恋脸 为什么初恋脸那么长男 那再来分析一下初恋脸的普遍长相共性 再结合他们普遍长相共性 来分析一下如何利用化妆 把自己的面图调整到一个初恋脸的状态 初恋脸不需要你长相很高级 不需要你长相很惊艳 但是一定要长相舒服 给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感觉 男生看初恋脸觉得比较清纯 比较好驾驭 没有任何攻击性 女生看初恋脸就会觉得呢 哇,淡妆那么好看 天然的美人呢 气质太高级了 跟那些农妆念慕的天后完全不一样 姐姐你太渴了 那关于初恋脸的气质呢 之前已经提过了是一种天然去雕饰那种很纯净的感觉 那这种长相呢 在面部上一定是比较有留白的 那什么是面部留白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图 指的是面部珠五官以外的部分 空间比较大 其实也就是表达了一个小五官的感觉 那面部留白较小 大五官又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小燕子就是比较典型的 可以感受一下这两张脸带给人的视觉感受 面部留白多的脸能接近于会给人一种白纸一张的感觉 所以会感觉更加幼灵同真 也比较耐看 而面部留白较少的脸 在第一眼就抓住了你的眼球 则会让人感觉更加的惊艳 说到初恋脸的面部留白呢 我觉得景甜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可以看一下它以前和它的现在 以前呢 它是一个偏甜的比较初恋化的脸 那现在呢 就是一个人间富贵花 这两个最重要的区别呢 就是它的五官亮感不一样 之前是一个五官亮感比较小的 然后面部是有留白的 那现在呢 就是一个放大五官之后 让人有一种视觉冲击力 富贵花的感觉 就没有了那种初恋脸比较纯净的感觉 现在大陆的大花和小花呢 都是去追求一个惊艳啊 艳压的效果 然后去不断地去放大自己的五官的亮感 可以看一下 它们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 真的是面部留白越来越少 五官亮感越来越大 这样子呢 虽然就是可能更加富贵啦 更加惊艳啦 但是也会减少自己本身这种 比较干净呀 清澈的感觉 缩小面部的亮感去增加五官的留白呢 在眼妆上就不要去选择特别宽的双眼皮 你看那些大众熟知的一些初恋脸 它们哪个双眼皮是特别的宽呢 因为双眼皮一宽的话 整个形状就会放大 就是相当于是五官的亮感会扩大化 这样也会减少一个面部的留白 初恋脸不仅没有一个大的双眼皮哦 都没有一个比较窄的眼距 这也是因为窄眼距呢 这边留白就会比较少 这样子也会导致就是面部留白不够 就没有一个初恋脸的感觉 左边是一个宽眼距 右边是一个窄眼距 那判断眼距的宽窄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三挺五眼 耳朵到耳朵的距离 基本上就是五个眼睛 那我们来衡量一下这两张图的眼距 IU的眼睛长度比黄胜衣的宽 我们选取它们两个离我们近的眼睛来测量 尽管是IU的眼睛长 黄胜衣的眼睛短 这样的情况下 IU的眼距依然可以放下它的眼睛 而黄胜衣的就放不下 宽眼距呢 更给人一种没有发育完全 又灵同针的感觉 而窄眼距就相对来说比较成熟 五官看上去呢 也没有那么的舒展 因为初恋脸呢 往往是没有任何攻击性的 所以我们在画眼线的时候呢 也是尽量的下垂或者是平的 尽量的去少画一些上阳的眼线 因为上阳的眼线会给人一种攻击力非常强 特别欲特别A的感觉 初恋脸展男 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是 直男看不大出来的妆容 因为他们看不出来 则感觉是天生就很美 这两张IU的眼妆 参照性就很强 弱化了很多妆感 却又突出了眼睛 没有过深花哨的眼妆 只是紧紧用比皮肤深一毫的眼影 来晕染整个眼睛 适度地放大了下眼睛 再突出睫毛和眉毛的毛流感 眼线也只是承担了一个让眼神更有神的作用 这样的眼妆没有很强的人工存在感 只是透露出来的一个信息是 我没画眼妆 我天生就长这样 初恋脸的鼻梁可以不用很高 因为高鼻梁往往会给人一种攻击性线条的感觉 可以参照一下初恋脸和baby的这一张对比图 因为baby的这边鼻梁的线条是非常明显的 包括它的眉骨线条也是很立体的 而初恋脸就是一个比较柔和 比较平面的一个长相 更给人一种没有任何攻击性的感觉 皇上以前在功夫里面走一个比较初恋脸的形象的时候 他会刻意地去弱化自己的鼻梁 因为他本身的鼻梁是比较挺拔的 因为鼻梁一挺拔 就会给人一种比较阴气 比较难向的感觉 那如果他要走一个初恋脸的情况下 他就 他就必须刻意地去弱化自己这个鼻梁的线条 然后让脸部没有一个攻击性的状态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追寻一个原则就是 多浅少深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多用浅色的 少用深色的 少用鼻影和侧影这种深色的东西 多用一些浅色的高光来增加一些好皮肤的感觉 那你可能会说 那我鼻影的话不打这个修容的话 那我怎么让我一个矮鼻子变成高鼻子呢 因为像这种高鼻梁是深色和浅色造成了一个视觉差异 如果你用的那个浅色的高光是比你皮肤稍微再亮一号的话 那高光的话是亮的 那你皮肤本身是深的 这样子也会造成一个视觉差异 那说真到如果你只画这个浅色高光不画侧影的话 肯定是会比你画高光加画侧影的 效果要来的弱的 但初恋脸本来就是要稍微的去弱化一下你鼻梁的线条 因为如果鼻子太立体的情况下的话 就会导致非常难像 那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看上去难像 要有初恋感 然后又不能让鼻子剪得特别矮的情况下 就建议你只用一个高光打在鼻子这里 而不用去修饰鼻两边的侧影 初恋脸最重要的两个共性呢 一个是好皮肤 一个是小鹿眼 关于小鹿眼呢 我可以建议大家每天都用热水泡枸杞 然后可以再配一副防蓝光的眼镜 因为年纪大了 眼白就很容易浑浊变黄 然后小鹿眼呢眼神一定要清澈 这幅呢就是我买的蓝光眼镜 我觉得蓝光眼镜真的是对眼镜还蛮好的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眼睛嘛 然后平时生活中眼镜特别特别容易累 就很容易就红雀丝 然后眼白也是比较浑浊的 看上去眼镜就没有那么的清澈 自从我配了这个蓝光眼镜 我每天佩戴它的时间呢 大概是五六个小时 不管我是面对电脑 还是去看世界的时候 我都是会带着它 我觉得它抗皮肤的效果 真地真地是有的 事前的眼睛很容易累 但是佩戴它之后 就会觉得红血丝少了很多 然后第一眼药水的频率也少了很多 眼镜不那么累了之后呢 看东西就会比较有声 而且眼神会比较清澈 包括那个眼白那些比较黄的浑浊的地方 我感觉都会比较有改善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副 然后这种价格应该还好吧 我是实际店买的 当时买的是800多 我看淘宝上也有两三百的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好不好 你们可以自己去做功课 但我觉得蓝光眼镜真的是蛮好的 蛮需要的 对了忘了说我现在头上这个是假发 大家看一下 我找了一个有阳光的地方 这个是蕾丝贴在这 这个是假发 之前那个头发呢 就是弹幕里面大家都说太假了 所以我就换了一个这个假发 我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蒸不蒸 因为它还蛮便宜的 好像两百多块钱 如果不蒸的话 我下次再换一个吧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 下期变美干货讲的是 普通人的颜值上限在哪里 估计下期变美干货之前 可能还会再查一个妆容视频 就看我能不能战胜自己的懒